十要两用的玉兰家族应当是春天里给人们最好的视觉、嗅觉和味觉的奖赏 当寒冬还没有退进 抢先一步的花杯片像小勺子一样的望春玉兰 等不及叶雅的风化,勇敢地向春天挺进 在片池的公园绿花袋是一片粉白色的海洋 阵阵还略带凉意的春风染满了玉兰的香扑面而来 九元以前的中国就已经对玉兰花尽其用 人们把未开的心仪炮制成药 把超短花期的花朵提取精油、玉露 把玉兰的香味装进瓶瓶罐罐里 当然也少不了犒劳自己的味蕾 把玉兰花蒸煮烹炸 看我一道苏炸玉兰花 能咬上一口的温润如玉 紧接着玉兰家族的兄长玉兰 也就是俗称的白玉兰 也接力从毛茸茸的莲芽里破壳而出 露出洁白的花碑片 难怪明朝王湘静在群芳谱中计数 玉兰花旧瓣 色白微壁 香味似蓝 白玉兰花期正旺 他们的孩子 这种子中带粉 或者粉中带白 又或者外子内白 下子上粉的 或身或前的二桥玉兰 也做好了准备 孩子们当然更好看 但是他们的爸爸个子不高的 外围还带几个小花被骗的紫玉兰 却很少见了 等春去下来 由于花期短 又是初春 柔弱娇羞的玉兰家族 都落下了个寿粉难以均匀 完全的毛病 等看到他们的结晶 这样的聚合锅头果的颜值 感觉是一言难尽 关注我 等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